跟大家报喜了 有个超市的老板 预定了我们家3000斤茄子 这两天茄子又降价了 降到6毛钱一斤了 而且呢大车还不太愿意过来拉 可是这个老板直接给我们8毛钱一斤 这个老板家他不仅有个大超市 而且还承包了几个食堂 他的茄子的肉面很大 再开心之余啊 我有一个担心的事情 就是老板一次要3000斤的货 我们这个茄子呢已经接近尾声 马上要拔秧了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摘出来3000斤呢 我觉得能摘得出来 虽然咱们茄子不多了 但是咱们茄子个头大试试看 如果能跟这个老板达成长期合作挺好的 以后我们家茄子呢就可以专供他们家 这样我们也可以多赚一点 我刚刚跟大力删了你一下 老板既然那么大发 每斤茄子都给我们斩了两毛钱 我们肯定也不能让老板吃亏 所以我们决定啊 把这个茄子啊 以7毛钱的价格卖给老板 这样我们能比批发价格多赚一毛钱 老板进货成本也能少一毛 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这参茄子摘完 盆里面就没有多少茄子了 应该还能摘个最后一茄 这一季茄子就彻底结束了 等到把茄子秧的时候 也是算总账的时候 到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我们这三万八千万钱抱的茄子打棚 到底赚了多少钱 话不多说了 赶紧开干吧 小贝 这桶得五块钱吧 今天摘他个五百桶 好 开场 开场 来钱了 哈哈 身高不够 垫脚来凑 经过我跟小贝三个多小时努力 这叉茄子终于全部摘完了 带你们看看 看看 走栏里面堆满了茄子 今天纸箱子也不用了 直接用老板提供的这个框 装完之后老板直接拉走了 这框也好装 是的 这箱子好大 茄子进去都嫌小了 再两个大 冻起来了 今天干活有劲吗 哪天干活都有劲 直接装这个箱子我也省事了 不用封箱了 是的 关键还节约了箱子的成本 交代钱也省了 好了 老板说的一箱不要装太满 因为还得架在上面呢 再装一箱 努力的人最美 又来一箱 再来一箱 茄子已经全部装完箱了 你们看一看壮不壮观 一眼望不到头 车浮起上线 开枕 加油 第一趟游的是劲呢 六下 247件 好的 好了 继续 好了 8点 走 你挑着带 我牵着帮 一来日子 从终万象 8框 316件 拉了一半了什么感想 我觉得快成功了 哪里是山线 飞得想自己搬 搬上那么爽吗 今天的最后一探了 马上到头了 胜利就在前方 前面还有两个一探拉完 到这 鞋子请下车 没有力气了 最后一块 汉雨雨下 7框 276件 收到 结束 出来透露气 遇到老家小费 最开心的时候 就算账的 不知道这家茄子 有没有摘够3000斤 算好了 多少斤 你猜 快点说吧 跟个孩子一样的 3000斤80斤 还多了80斤 对啊 这82斤 其实送给老板吧 第一次合作 咱们要豪恨一点 都听你的 这个茄子 待会老板有货车过来拉 我们直接帮他装车 就可以了 就到了最激动的时候了 跟大家汇报一下 今天的收入 哪里是 3000斤茄子 期望钱一斤 2100块钱 简单明了 真是越努力越幸运 北京市面对大家分享到这了 明天见